我们给多肉浇水最好的方法就是浸盆法 我们直接把这个多肉放进去 给它浸泡 浸泡大概五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多肉 里里外外全部的吸透水 那么就不容易出现空根烂根的问题 当然了在夏季考温这段时间 我们给多肉浸泡的话 为了避免这个多肉烂根 叶片化水发黑黑干等等问题 所以在泡水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加入一点这个多菌磷 因为这个多菌磷它是通用的杀菌药 家里面养有花养有植物的 都是必备的杀菌药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多菌磷对水 对好水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多肉放进去 给它浸泡 慢慢的给它泡 泡个五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多肉 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 不容易产生续菌感氧 不容易产生病害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多肉 有一些是出现烂根了 或者叶片化水了 叶片发黑了 那么我们就要单独的来泡 不要给它混在一起 避免感氧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用了药之后 也不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要尽量的避免 那么这个多菌磷不单可以 给这个多肉泡澡 家里面的花花草草 到了夏季病害的高发期 我们也可以给它 兑水来喷一喷 每个月喷一两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夏季的时候 我们家的花容易得病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